美南新闻集团到今年为止已经走过了41年的风风雨雨 在全球的传统媒体行业江山日落下的大环境 美南新闻集团却一枝独秀 不仅旗下的美南日报和美南国际电视15.3的业务 整整日上越办越好 而且还跨界经营多种业务 请看本台记者黄美子的报道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美南国际电视 我是美南新闻的记者黄美子 我们美南新闻集团不光是有美南新闻日报 美南国际电视 而且还有国际贸易中心 最近我们的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又推出了一个新项目 是医疗优惠卡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日前美南新闻又推出医疗优惠卡项目 医疗优惠卡直接让利给患者 尤其是对一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 可以节省很多的现金 医疗优惠卡计划不属于医疗保险范围 不能代替医疗保险 当患者前往合约网络内的医疗机构时 可以获得现金折扣 使用医疗优惠卡可以获得 牙医 眼医和药房的15%至85%的现金优惠 患者受益巨大 这个优惠卡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新的产品 它是一个在这个市场上面1928年的历史了 这个优惠卡呢它不是保险 它是一个优惠 比如说你可以在网上看医生啦 你可以到药房里面去买药啦 或者是你看牙齿都有discount 从15%到50%不同的discount 而且我要跟各位报告 最重要的就是说 在网上的医生 你打电话过去 他十分钟就会回你电话 所以这个网上医生呢 今天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做法 所以每一个家庭 一个月只要花18块钱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以上的优惠 同时我们会把美南报业 美南集团在全美国十个城市的这些商家 也加入我们这个优惠的计划 那么这些优惠的计划 比如你衣食住行 比如你到超级市场去买个东西 也有优惠 你去学开车也有优惠 这些优惠啊 都全部在这个优惠卡里面 整个家庭只要18块钱 所以我希望这个 在我们国际社区也来推动 越南社区 韩国社区 甚至西班牙的社区 这是我们美南集团 将来对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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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